吉安乡公所连结社会资源 扩大年结慰问的关怀 在吉安乡公所广场前 举办了冬令生活物资发放的活动 结合了多个民间单位 共同治政超过5000公斤的百米 要转赠给吉安乡内的969户特殊家庭 吉安乡公所广场前设置了入口管制 要进出的人都必须先量测体温及酒精消毒 民众手上拿着兑换券 依需排出长长人龙 这次吉安乡公所举行的 冬令生活物资发放活动 这次结合了新月建设有限公司 慈和公 华联立山 老牧 总庙 慈云公及开林公等单位 共同治政超过5000公斤的百米 要发放给乡内969户特殊家庭 冰分吉安爱心满意 这一次是我们在年节前最大的一个发放物资的一个活动 吉安乡公所是我们乡亲最有利的一个大家庭 所以吉安乡公所欢迎所有的乡亲 在领物资在受捐赠的同时 也来宣导我们防火 以及我们家户关怀的一个深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了解了他们自身的权益 了解了社会的福利 了解如何保护自己 这也是在我们这一次送温暖里面 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希望每位乡亲都能够过好年 然后能够有幸福安康的家园 以及我们公部门可以益助的力量 成为他们未来在瓶颈在困难上 都可以寻找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为了感谢社会爱心益助吉安 让乡内关怀户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温情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颁证感谢壮 并且表示相公所会持续串联社会资源 将每分的慰问送达弱势家庭手中 让爱永续形成散循环 记者 许丽琴 吉安相报道